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造美丽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崛起 能够变成领导一方的国主 都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作者是日本的民作家 也曾经在日本的官方当过很大的官 所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怎么样提拔人才 怎么样培养人才 所以他写了很多这种书 从日本的战国的名将 他们怎么样提拔人才 每一个有名的将领都有他一套 他会成名 在那种战国时代 大家互相在进政天下的时代 他能够培养他的人才 他成为一方之霸 都是有道理的 他把这些道理 历史上的故事的道理 哪来给现代经营企业的人当参考 哪来在现代当将军率兵 统帅的人当一个参考 哪来当政府里面当官的人 做一个参考 发歌这本书呢 受益无穷 所以十几年前 我曾经找了几个故事讲过一次 但是十几年后 我在翻我的书房的时候呢 翻到这本书 觉得再念一次 觉得还是受益无穷 觉得应该再重讲一次了 就是同门东二 日本的名学者 同门东二的这本书 降临之才 参谋之才 那这两三天 发歌要讲的第一个 名将 是大家都熟悉的 Taketa Hintzen 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的是整个战国时代 最懂得怎么样认识人才 提拔人才 运用人才的一个名将 他怎么样认识人才 怎么样提拔人才 怎么样塑造人才 他的一些方法 很值得我们参考 好 在这之前 发歌也在预告一下 这个礼拜六 也就是二月十九号 发歌会在台中市 玉山社帮发歌出书 他也帮我安排了 台湾的巡回的签书会 高雄屏东签书的时候 刚好碰到疫情 现在台中这些疫情都没有疫情 所以台中签书会先来 接着会回到屏东 我们到这个延山公路 那个地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签书了 二月十九号 这个礼拜六呢 玉山社给发歌安排了一场 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的中央书局 安排一场签书会 中央书局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一段 235号 你只要找到台中市台湾大道 很容易找 台湾大道一段一问 中央书局很有名 他是下午三点钟开始 签书到四点半 那么还有很多中部的 有名的作家都会来 宋哲来 杨诗棒 这些名作家都会出席 希望中部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踊跃来参加 那么再过了一个礼拜呢 就是二月二十六号 二月二十六号 二月二十七号 二月二十八号 是连续假期嘛 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这个礼拜六呢 发歌呢 是自己 要和哈佛旅行社呢 办一场签书会呢 在我们屏东的沿山公路 大午山底下 一个金石咖啡呢 在那里办一场签书会了 因为我这本小说 写了很多沿山公路的故事 五六个故事 包括挖下神风特工队的 包括到二次世界大战 被调到南洋去打战 没有战死的一个 九十七岁的老人都 给我讲的一些回忆 包括金石咖啡的老板 我和他结交的过程 到最后他过世的过程 很浪漫 忧伤的故事 都在这条路上发生 我当天会请这些 已经过世的人的家属 或者是还没有过世的人 那个没有战死的老先生 今年九十七岁了 我要看看他身体当天行不行 他如果身体可以 我想请他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讲过那个神风特工队的 神风特工队的 那个老先生 他八岁的时候 听看到那个神风特工的少年 来向他爸爸道别的情形 那么他还在 他当时才八岁 现在快八十岁了 他还在 我要请他来 讲这个事情给大家听 告诉你这些故事 是不是自己 胡作乱编的 那有些人 也许 一下子不适合出席 那有些人可以出席的 我请他来出席 和你们讲一讲 看我书里面 解的这些人的故事在哪里 同时早上啊 我要先去看看教堂 这周边的教堂 万经天主教堂 家左天主教堂 中午呢 在金氏咖啡用中餐 他因为欢迎大家呢 金氏咖啡 向发哥买书 买一套的 就送一杯金氏咖啡 免费的 最精品的金氏咖啡 现泡的金氏咖啡呢 免费 买一套书免费 然后呢 我们下午呢 在那边 金氏咖啡里面 听听音乐签书呢 在那附近走一走 了解我写的小说的场景 那高雄这边呢 我们包游览车 去呢 这个游览车 大家使用者互惠嘛 我会和哈佛旅行社那边商量 大概说多少车支 连中餐 多少钱 大概会 你报名的时候 大概会告诉你 那至于说 这个 我们多少人呢 我想 一辆游览车 顶多不会超过两辆游览车 人太多我也不要了 在那样的一个场合 真正有心的人 大家来 过完年 大家到野外散散心呢 我们已经被这个瘟疫呢 被这个Cody Nighting呢 搞了两年多了 太苦闷了 到野外去走一走 晒晒阳光呢 听听音乐呢 让自己的生活不要过得那么辛苦了 这是下礼拜六 二月二十六号 我们要到屏东的金石咖啡 大午山底下 看看教堂 签签书 到时候请你们向哈佛旅行社来登记 打电话先登记 我们统计人数 至于屏东的朋友 就你们自己直接到金石咖啡 来报到就可以了 好 今天来讲 他跟他行线呢 昨天呢 讲到他 他对人才的分法 他常常用讲故事的方法 来听他部下的缓运 他把他听他讲故事的部下 分成四种人 一种人呢 是心不在焉 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他在讲故事的时候 讲那个战场的故事的时候 张的嘴巴呢 跟他啊啊听下去呢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二种呢 是不看他的眼睛呢 低着头呢 侧着耳朵在听 很认真在听 皱着眉头呢 在思考 他讲的这个东西呢 这场战役呢 如果是他 他要怎么打 这是第二种 那么第三种人呢 他在讲话的时候 很认真盯着他看 他讲话 他一直笑着给他点头 表示呢 向他回应 我知道你讲的话的意思 第四种呢 听他讲话 听到一半了 就受不了 就站起来 就离开了 这四种 武田信玄分析了 这四种人的各种性格 他的性格是怎么样 但是武田信玄 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从来不断言说 哪一种性格人就是有用 哪一种性格人都没用 而是这四种性格人 每一种都有可以用的地方 看你怎么用他 那对这四种人 四种部下呢 你要用怎么样不同的态度去 对待他 培养他 特别他讲到 对那些胆小鬼呢 胆小鬼 这种人才 你怎么用他 你怎么鼓舞他 那种胆小鬼 喜欢猜疑人家的人 这种人呢 你怎么变成 让他变成有用的 这个就是整个武田信玄 用人的一个最大的原则 也就是 武田信玄从头到尾 就相信每一个人 一定有他的长处 天下绝对没有一个 完全没有用的 但是武田信玄 同时也相信 天下绝对也没有一百分的人 所以他叫他底下的部将 你在采用人 招募人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去找那个一百分的人 被评定为一百分的人 一定有问题 如果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说他好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这个人呢 要么就是格局很小 到处去讨好人家 所以人家都讲他的好话 要么这个人就是 臣服很深 表面都做得很漂亮 所以人家都讲他好话 但是底下 他真正想的东西是什么 你不晓得 所以这个在我们台湾的政治圈 你看就晓得 刚开始 人家人人就夸奖某一些人 都好都好 但是一旦这个 一旦他的内幕被揭穿的时候 简直不堪文问 对不对 臣服很深 所以他说呢 如果一个人呢 在一百个人里面 有九十九个人称赞他 这个人呢 你不要轻易采用 这个人不是格局小 就是臣服太深 武田信玄 因为从小的时候呢 和他的爸爸就处不好 武田信玄是家里的长子 按照战国时代呢 国家的那个位置 就是要传给长子 但是他和他爸爸换冲 所以呢 他爸爸老是想要杀掉他 所以他和他爸爸都斗话 他装傻 装着讨好他父亲 装着忍耐 他父亲非常的粗暴 他最后呢 联合他的兄弟呢 趁着他爸爸要出征的时候呢 在边界上呢 和对方的对手讲好了 把他爸爸流放 把他爸爸赶出国去呢 一辈子不准他爸爸再回来 那么武田信玄 晚年的时候 一直还醒自己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卑鄙呢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做事情 会做成这么卑鄙呢 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前面 装着讨好他呢 处处讨好他呢 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所以呢 他当了国家的主人以后 不希望他自己的年轻人 太早变得臣服很深的 他不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他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做一个虚假的人 掩饰自己的人 他说呢 做一个指导者 做一个领导者 你随时知道呢 你底下的人 有哪一些缺点 有哪一些优点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缺点 你就断定他 没有用 这样的领导者是不行的 也不能够因为部下 有一点小过失 有一点小过失 犯了错 就断定他将来完全没有希望 而不可造就 你这样的指导者也是不行的 人不可能不犯一点小错误 犯了小错误 又你怎么样处理他 怎么对待他 这很重要 尤其武田信玄 最不可思议的是战国时代 那是在四百年前 日本四百年 武田信玄是在日本历史上 第一个采用弹性上班的人 在战国时代啊 他底下的人啊 所谓的底下的人啊 一个国家 领导一个国家 不是每一个都要打仗的 他有武士啊 这些武士有些是要去打仗的 底下还有会计人员啊 还有整理内务的啊 还有帮他整理这个管理农民的啊 管理这些内务的啊 武田信玄说呢 如果一个人上午啊 还有家里很多的环瑙 或者是其他的杂物很环瑙 那他来上班 他到城里面来上班 他一定会犯错了 那就不如让他上午啊 去把他家里的事情 把他处理完 叫他中午才来上班 所以呢 他都会叫底下的部将 去调查每一个人 明天或后天或下礼拜 家里有重要事情的人 早上不能来上班的 你就改中午来上班 或者你甚至晚上来把工作做完 专心把他做完 他的工作呢 大家就用轮班的 这个在四百年前 武田信玄 就已经采用这样的制度在做 这样的制度在四百年后 被武田制药公司呢 在采用啊 弹性上班制度 你看他有多厉害 武田信玄的想法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专心做事情 你叫他做在那个办公桌上 他心里有家里有外务有事情 你叫他做在办公桌上 那个时间不但是浪费时间 还会把事情做错 把事情搞砸掉 这是武田信玄统御部下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要让他最有用的才能 用在最有用的时间上面 武田信玄的名言 发哥昨天就讲过了 他最有用的名言 到今天还留着 就是人就是我的城 人就是我的城墙的石墙 人就是我的副城河 人如果不能团结 你建了再强大的城都会被攻破 很可惜呢 武田信玄活着的时候 他果然是没有人攻破他的城 但是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就不行了 他的儿子一直想超越武田信玄 他儿子其实也蛮杰出的 但是就是没有遵守他父亲的这种 对人的那种诚恳真正 世人证明的态度 他的儿子 武田信玄呢 就把这国家给亡掉了 武田信玄呢 用一种胆小鬼的故事 最有名的一次胆小鬼的政策呢 用个胆小鬼的事情 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用一个谁呢 他有一个部下叫做 盐监大藏左卫门 盐监是盐石的盐 监是中间的监 盐监中卫 盐监大藏左卫门 因为名字很长 我们就把它简称为盐盐好了 盐石中间的盐盐 盐盐这个人物 他怎么样用这个人物的故事 盐监大藏左卫门 就是被他的大臣里面 所归类为 这个武田信玄所认为的 有名的胆小鬼 每一次武田信玄在讲战争的故事 讲到一半的时候 他中间就站起来 就酸溜就溜走了 怕的溜走了 所以呢 整个大臣都叫他 胆小鬼眼间 胆小鬼眼间 互相都讽刺他 都讥笑他 都看不起他 变成这个武田信玄的大将里面 最被看不起的一个人 那么武田信玄 对这个人怎么样来用他呢 那效果就慢点了 快乐电报忙 快乐狗狗瓶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报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佩欧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警察武汉 快乐 林布吧 各位听众名 我是五金法 法哥 法哥给大家讲的这本书 《降临之才》 参谋之才 这个是同门东二的作品 法哥这两天讲的就是 日本战国的名将 他跟他平线 武田信玄 怎么样善用人才 怎么样有世人之名 被称为战国时代 最懂得运用人才的人物 武田信玄 他有个部下 叫阎间 大藏 左卫 我们就称他阎间好了 简单的称呼 他被称为是胆小鬼 被他 这个 这个武田信玄 底下都是猛将如云 每个都很会作战的猛将 大家对阎间就看不起 这胆小鬼 你这个怎么可以 和我们站在一起 当这个武田信玄的大臣呢 但是有一次呢 武田信玄要出外打战 出外打战以前 开个军事会议呢 武田信玄竟然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宣布 我们出外打战的时候呢 由阎间负责本城的黄守 他是总监察官 我们出外打战的军队 将军给我带出去以后 城里面由他负责黄守 不能出任何一点差错 大家一听武田信玄做这个 做这个决定 吓了一大跳 如果我们出去打战敌人 攻进这个城怎么办呢 你叫一个胆小鬼来守城 这天大的事情 但是武田信玄呢 做了这个决定呢 就不再还悔了 要走的时候呢 这个阎间听到这个事情呢 也都发抖了 我有办法耽误起这个任务吗 武田信玄要走 拍拍到肩膀 阎间我就交给你了 这个国家的兴亡 你这守城的人是最重要 你知道吗 严谨说 哈 赶快呢 去工作了 信玄偷偷在他耳朵旁边讲 你这个人有个优点 就是心很细啊 我这个人啊 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啊 我的人民都在我面前都不敢讲实话 你要给我一个任务 你守城的期间啊 你偷偷的到每一个百姓家里去探厅看看 看看老百姓对我的观感到底真正观感是怎么样 你回来要向我报告啊 这是你最重要的任务啊 我要了解我的人民在想什么 有没有想要叛变的人啊 严谨那一听呢 就知道了 武田信玄出去以后呢 严谨果然很认真到每一家 每一户人客气去拜访 听看看这个武田信玄 大家对这个臣主的意见怎么样 他没有想到 严谨没有想到呢 每一家夫妇的老百姓都在讲 这个我们的臣主出去打仗 不带我的儿子出去 是看不起我吗 啊 我们家觉得很丢脸啊 臣主没有带我们的儿子出去 打这张战 我们很丢脸啊 我们没有被 没有被 被臣主 现在很可惜啊 严谨听到到处这种声音 大家都想去打仗 严谨才敢讲到说 我真是胆小了 我可以说这整个城里面 最没有用的 最胆小 原来每一个人都想跟着 武田信玄去打仗 我以前怎么会那么胆小 但是呢 我既然是城主给我这么大的任务啊 那我怎么办啊 我怎么表现啊 所以呢 他呢 觉得说 我既然不能跟着城主去打仗 他交代我这么重大的任务 他就 我总能做一点事情吧 他就下命令 叫底下的人 把整个城啊 打扫得干干净净 而且那个城墙有破洞了 赶快补起来 赶快补起来 万一敌人攻进来的时候 平常没有时间修城墙 趁这个机会呢 城主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工人 所有的百姓都动起来 把城墙重修一次 等到武田信玄呢 在外面打仗 打到圣战回来的时候 带着军队进城门的时候 那个城门一打开 所有的将领都目动口呆 为什么 整个城竟然打扫得呢 一个垃圾都没有 干干净净 好像进到了一个新的城一样 而且每一个城墙都已经修得 新新新 像一个新的城啊 武田信玄坐在那边 把圆尖叫来 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你果然是一个人才 武田信玄在所有的将领面前 大大的夸 夸奖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阎间 这个叫被 所有的将领 以前看不起的胆小鬼 武田信玄在所有的武将 有战功的武将里面 大大的赞赏阎间 他说呢 你立下的功劳啊 把城门守得那么好 把城墙修得那么新 敌人没有办法进来 你的功劳不输 我们出去打战的 所有的将军啊 眼间一听啊 痛哭流涕呢 头一摳呢 扣在地板上啊 三摳 扣在塔塔米上 扣了两三个响头啊 多谢城主对我的知遇之恩啊 我现在完全知道 我的责任在哪里了 武田信玄给他讲一句话了 以后我只要出去打战 守城的任务就是只有你 因为我们的所有众将里面 没有一个人在守守护城池的能力上面 比得过你 从此以后呢 沿尖变成武田信玄呢 拼着死也要为他消灭到底的 这就是武田信玄呢 怎么样好好的把一个胆小鬼变成一荒之熊的一个故事 这真实的故事呢 不是编的 瞎编的 好 武田信玄底下呢 都有猛将 战国时代最猛的将领呢 到后来武田信玄 武田家灭亡以后呢 德川家康尽量要 只要是武田家的将领呢 来投靠的 他通通给他高位置 也就是说武田家 有一群最骁勇善战的战将 但是这些骁勇善战的战将啊 都很无勇 很会冲 都勇敢 但是心思都不够细腻 武田信玄觉得说 光是会冲 没有细腻的思想 这也有危险 结果他想了个办法 怎么训练他的将军呢 他也不用 用讲的没有意思啊 因为贾文国在高山里面 那个河流都非常狂暴 所以有一天 他把所有的武将带来 去看那个河川啊 看到那个水呢 从上面冲下来 衡水滚滚啊 他说你看 这个河流这么粗暴 狂暴 水流冲下来的力量这么大 冲到岸边 把我们的提案都冲垮了 农田都被冲垮了 珍贵的农作物被淹埋了 我们怎么样驯服这条河流呢 其中一个将领说呢 我们把那个山里面 大石头推到河流里面去嘛 用大石头来挡住这个水 水势就会缓慢一点啊 武田信玄讲说 哎 这有道理啊 好吧 把大石头推下去 把大石头推到河流中间去 挡住水 水势缓慢了一点 但是水冲到大石头上面呢 他会激起水花 那个水流会成成暗流 冲向暗上去 照样 也破坏岸边啊 显然没有用啊 突然有一个将领呢 想出一个奇形怪障的 没有人想过的方法 他说我们把这个大石头 把它削 削成削成什么 削成像那个鸡爪的形状啊 那个水流冲到石头上面 底下那个鸡爪是削空的 他的水呢 会从这个鸡爪底下空的地方 钻过去呢 水流就不会反弹到岸上 这从来没有人想过的 武田信玄做ideal太好了 试看看吧 就把雕刻丝胶来 把梅克大石头雕刻成 鸡爪的形状 丢在河流里面 你知道吗 武田信玄发明的这个方法 就是今天 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削剥块了 台湾人叫做马藏嘎 马藏嘎就是武田信玄的部将发明的 你今天到那个山梨县的 贾文国山梨县里面 河流里面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堤房很有名 叫信玄堤 信玄堤所用的石头就是 圆形的 四百多年前原来形状的马藏嘎 马藏嘎 就是那个落重脚 削剥块 武田信玄的一个将领发明 虽然把水的阻力减低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挡住 完全挡住那个狂暴的水流 其中一个将领就想说 一条河流 整条河流这么狂暴的冲下来 你挡不住的 我们要把它分流 分成两条流或者是三条水流 它就比较缓和 武田信玄说 你讲的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怎么分流 他说我们不是有下日本将棋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们台湾人下的那个象棋 那个将士像是圆形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将棋啊 将棋是斜形的 斜的呢 像梯子一样斜的 他说我们就把石头削成像那个日本将棋 那个斜形的样子啊 一排一排放在河流中间啊 水流尖的地方向着上游啊 水一冲下来的时候 从江 尖的地方斜坡这样 像溜滑地 尖的地方这样冲上去 然后呢 再丢下来啊 水流的速度 那个力量就被分散了 武田信玄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果然把一条水流的力量分成两三股的力量 水流就减反了 这就建了一个现在在三黎县河流里面最有名的信玄体 纪念武田信玄治水之功功劳的信玄的河体 阻挡河水暴涨的信玄体 四百年了 都还完好如故 但是重要的在哪里 重要的是这些武将被武田信玄带去治理河川的过程里面 他渐渐的领悟到 原来我的主人 他给他兴现呢 他给他兴现这个我们的主人 这个名武将 他的目的不只是要教我们用脑筋来怎么样治理河川 他是要教我们说 光有狂暴的力量是没有用的 要把狂暴的力量减反减慢 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 才是违将之道 太高明了 像武田信玄这样的将领 如果不是早死 才五十几岁就死掉 他在要统一天下的前夕呢 生病死掉 如果再给他十年说命统一天下的 不会是德川家康 而是武田信玄 他是整个战国时代最懂的用人之道的一个武将 所以发哥所讲的将领之才 与传谋之才 第一个介绍的 战国时代最懂得最有世人之名 懂得怎么样分辨什么是好员工 什么是坏员工 怎么样把坏员工变好员工 怎么样把好员工变成更好的员工 怎么样用好的员工来带领坏的员工 怎么样不动声策 用最温暖的态度 把一个团队团结起来 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 听众朋友 你如果听到发哥这两集的演讲 这两集的广播而得到知会 而得到怎么样管理部下 怎么样管理财产 怎么样管理企业的话 我恭喜你了 后面还有更多了不起的将领 怎么样用训练人才的方法 而取得日本的天下 这些智慧是不得了的智慧 日本人是把这样的智慧 管理人才的智慧 从历史的故事里面去取得这个智慧 我们动不动在讲三国演义 在讲那些水浒传 都是讲奸鬼 狡诈的计谋 而不是用武士的坦荡的智慧 去教导我们 所以中国只教导出 欺诈 诡诈 欺骗人的方法 而日本的 用武将的堂堂正正的方法 去教导你一个 纯正的 培养人才 教导人才的方法 好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发哥的全书会请你们出席 如果不能出席 要买发哥的书呢 请你打电话给我太太 订咖啡 订橄榄油的时候 你也顺便订我的书 他书呢 也可以一起和咖啡 橄榄油寄给你 如果你要订我的书呢 请你打吴太太的电话 你现在手上有笔 我念慢一点 你记起来 0983 0983 468 356 0983 468 356 今天讲述观众家 明天就感谢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